这个男人可真牛逼 刚见到刃牙就给自己来了一枪 就在刚刚 世界各地的五名死球同时越狱 前往东京品尝败北的感觉 道尔最先找到的就是自由搏击选手罗宾逊 指一个照面 罗宾逊就被道尔随手扔出的报纸割伤 他强装镇定表示自己不屑于跟业余选手打 可道尔却步步紧逼 见状罗宾逊直接扯住了对方的衣领 但下一秒他发现 自己的手指竟然全部被割伤 原来道尔的领口里藏着许多刀片 不仅如此 他的手臂关节处也加装了利刃 道尔只用一招就轻松秒杀了这个所谓的高手 而东勇怪哥斯派克则是找上了刃牙 从不良手中要过了手枪后 他竟然先给自己塞帮子来了一枪 随后还表演起了口腔喷射的花火 斯派克听说最强的男人在东京 斯派克想品尝失败的滋味 于是便提议双方先握个手 可就在任牙接触到斯派克的一瞬间 他却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握住了一只断手 看到任牙惊慌失措的模样 斯派克不禁大笑出声 表示这是任牙心爱之人的手 听到这话 任牙突然愣在了原地 斯派克抓住机会 狠狠地一脚向任牙踢了过去 然后将其按在断手之上 抬起大脚就朝任牙的头部疯狂输出 大庭广众做出这种行为 路人早就掏出手机报警了 没过多久警车就到达了现场 面对警员的逮捕 斯派克竟然没有一丝反抗的想法 看任牙还沉浸在悲伤之中 警员告诉他 这段手是之前被斯派克袭击的巡警的手 任牙听后这才长舒一口气 这时斯派克突然挣脱了手铐 来到任牙面前再次请求握手 年轻的任牙部长记性 又被斯派克狠狠踹了一脚 该说不说 这时候的任牙还是太过单纯 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与此同时 作为地表最强生物的犯马永次郎 也在电视上得知 五名死囚同时越狱来到了东京 他将口中的蚊香吐了出去 然后用360度后空翻踢碎了蚊香 永次郎现在已经迫不及待 找这几只猎物完了 而另一边 逃狱的柳龙光找到了老朋友色川刚起 他一眼就看出对方憔悴了不少 老头是色川柔树的创始人 虽然他年过七十身材瘦小 但运用和气的话可以轻松抛弃任何人 想当年双方决斗 柳龙光废掉了色川的左眼 这次见面色川想找对方切磋几招 可柳龙光听到这话却笑出了声 作为武道家 想比试的话应该直接动手 而不是在这里询问对方的意见 话音刚落 柳龙光就将桌上的茶壶扔了过来 色川被打得猝不及防 滚烫的茶水浇了他一身 在监狱的斯派克此事非常悠闲 打算将警局暂时当作据点 这里什么都挺好 就是饭菜的分量太小 他吃完没多久肚子就饿了 而警方这边正在进行紧急会议 为了将斯派克送回监狱 他们决定派出三倍警力去押送 可就在警长放水时 斯派克却突然出现在他旁边 还贴心地从袋子里拿出两个包子送给他吃 警长想重新逮捕斯派克 但只一个回合他就被对方束缚 然后强行吃下了热包子 这时两个警员也发现了一样 他们刚想向上级汇报 斯派克就抓住了二人的肩膀 表示自己哪都不会去 此时的神星会总部内 年轻的余帝克四正准备和烈海王切磋 他是实战空手道创始人余帝独步的羊子 自小便天赋过人 但他的馆长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 这里面的含金量也就少了许多 与之相对的 烈海王则是中国拳法历史上的最强之人 在比赛中险些让人压这个冠军落败 随着烈海王率先出招 二人的切磋也正式开始 仅仅过了几个回合 克四就被烈海王的一记中脚踹飞 鼻血止不住地留了下来 他承认了自己落败的事实 于是变相在场中人宣布 神星会以后要向中国拳法看齐 尽快设计出空手道的新模式 就在克四激情演讲时 一位不速之客地到来打断了他